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某一天有一个师父先锋道骨走进来要找老板 我刚好要走去去碰到他 他就跟我阿弥陀佛 原来就是今天的师德 我们促成了今天沾染而已 他跟我讲说这个地方 我这个地方可以装作 我们就促成了今天六十岁化礼物的一个沾染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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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时得是我愿意 把他最好的东西 在他人生最精华的 六十岁的一个大展 愿意来这个地方 乡下这个地方 来做这样的一个展出 这个一定要能够去体会 他那种大慈大悲的心 才能够感受得出来 否则一般的人 绝对把这样一个大展 放到大都会去 他不会放在乡下的地方 这一种人心宽赫的胸襟 不是一般人可以感受到 有特别特别这样深的一个感受 最后在这个地方 因为每一次都被拱住了 第一次讲话 跟师父的那个感觉 有特别特别的亲近 虽然我们三次起来 我认识他 他帮我刻过弦章 跟我做过很多 我也看过他很多东西 就是没有碰过美 就是在去年的某一个日子的碰面 就将阴眼记住 所有的 礼物就送到我的身上 谢谢 也在这个地方 寄住我们师父 以及所有的好朋友 愿意风雨雇人来 那么冷的天气 来那么多的人到这个地方 这是让我再一次感动的 另外一件事情 谢谢各位祝福师父的展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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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这个书画展 同时也是 石德师父 他六十年岁月 他今天的这个寿成 那难得这样的一个机会 董事长 特别想利用这个机会 来给我们石德师父 一个请身 我们 他的生日的时候 我们大家一起来 分享他的蛋糕 各位好不好 我们的同仁 我们的同仁 我们的同仁非常的细心 在烛光 两个莲花烛光下 我们的蛋糕要送出来了 是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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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第三个就谢谢大家 每一个人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来 你们请 师父 替我们大家懂 划下来懂 这个活了六十岁 第一次切的脸 对 我们热烈的掌声 再一次热烈的掌声 好 谢谢 谢谢师父 在热烈的掌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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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